全新一期健康解碼第四期已經出版了 今期主要是講解因為尿酸過多引致痛風問題 和了解一下濕疹的成因 隨書會有240元現金券 和會附送價值198元的痛清 記得不要錯過啦 數福家人物還看巴打台 今天仍然有我,我是Pauline 我是Jack 這次我們講一個比朱溫更朱溫的故事 希望現在香港面臨朱溫的危機 我們講這個惡朱溫 希望可以趕走那個朱溫 大家市民安安樂樂 是的,我們今次講這個朱溫 就不是講疾病那個朱溫 是講一個人物 他的原名本來就叫朱溫 其實就是講梁太祖 他一生人裏都改過不少名朱溫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名字 他自小叫做朱亞三 自小已經是一個 如果廣東話就叫做牛皇頭 小劉文之類的 都是哈巴巴巴的 但是他的父親就是一個私屬先生 是的,他有三個兒子 他的大佬比較文靜敦口 但是二佬和他 本身就比較浩無 就是在街上走 就經常被街坊說 哇,你這個小孩子 經常躲出來 廿文廿武 所以從小開始 他已經是一個流羅的身份出現 就是流文 他有個二哥 也有個大哥 大哥就正如你剛才所說 讀得一下書 他爸爸也很有心機教他 但是二哥和朱溫 這個朱亞三自小都是流文的 打通街 不務正業 因為他三個人吃飯 他爸爸做過師徒教師 收入又不是很高 後來也因勞成疾 慢慢地 竟然病死了 他死了之後 家道真是慘了 沒有糊口的東西 是吧 給我賺錢 後來就去了一家父母打工 那父母叫劉崇 在劉崇家打工 就是那個朱媽 就是容工 他三個兒子 分別做了電籠的工作 就是操縱的事情 擔擔擔擔擔擔做了 大哥很恩實做事 二哥都ok 但是這個朱亞三很不務正業 周圍走的 經常吞撲 應該做還是不做 有一次劉崇指著他鼻子來罵 你們幾母子 在家裡吃我的 住我的 用我的 做事最偷懶的就是你 但是這個朱溫 就是當時他很小 十幾個而已 他竟然拼嘴 竟然拼嘴 劉崇很生氣 就打他 隨手拿東西就打他 這個朱溫還還拖 嘩 這麼狼死 在這個時候 那個朱媽就撲出來了 嘩 我們不行的 我們兒子 我們現在幾個兒子都靠他們吃開飯 你這樣的態度是不對的 童爺 你真是偷懶不做事 大哥都指責他 我什麼都做完了 二哥就好像 站在中南口很出聲 這個朱亞三 他竟然很淡淡定 我說什麼錯呢 他罵我 跟著他打我 我就先打他 哈哈 這個時候 看著那個朱媽就很害怕 因為當時來講 沒有飯開很嚴重 是啊 其實這個世界周圍都是的 如果在這個 這麼艱難的時候 如果被劉崇的家裡趕走 飢寒交逼 怎麼辦呢 同時 兒子沒得吃 連著豬媽也沒得吃 大哥說 我這麼勤力 你連著我也沒得吃 哈哈 真的不值得 這個危機的時候 有一個人走出來 解決了這個危機 是哪一個呢 是不是朱溫遇到貴人呢 這個是貴人 但是你猜不到貴人是誰 是劉崇的媽媽 劉崇媽媽出來保養朱溫 就是劉崇在打朱溫 為什麼被朱溫還拖打他 但是這個時候 劉崇媽竟然出面 去幫拖 去勸兒子 你不要打朱溫 朱溫有出色的 你不要得罪他 哇 那他呢 都可以是預言之神 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啊 那他這個預言 原來呢 就是據一些野史記載 是 就是朱溫家在那裡 吃他的住他 正如之前所說 那一晚睡覺的時候 這個劉崇媽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經過他們的尋 就是他們 我想是住的柴房之旅 就是經過他們睡覺的地方 一間劏房之旅 那竟然見到這個朱溫 就是朱溫幾隻 在那裡睡覺呢 其中朱溫在睡覺的那個 不是朱溫 竟然是一條赤蛇 赤蛇 當時赤蛇 算不算罕見呢其實 因為我們就是野史記載 是 漢高帝就是劉邦 漢高祖劉邦 是 就是斬白蛇起義的 嗯 天下有赤蛇白蛇 是 就是斬了白蛇 就是赤蛇輕的 是 其實是預言一個天子誕生的 是皇帝 但是你不要忘記這個時候 朱溫只是一個 就是下九流的 就是寄人離下的一個 的無賴 但是這個劉崇媽媽就見到這一幕 他印象很深 他就覺得這個朱溫是日後出色的 嗯 就叫兒子不要得罪他 這個劉崇真是很矛盾 是 我督工而已 他們吃我的飯沒有做事 是不是 變成我是適合的 他媽媽都說他錯 他哥哥都說他錯 為什麼我媽媽叫我不要打他 都說我錯 這個劉崇真是很不理解 是 是 那游士呢 就過一段時間 朱溫仍然是這樣吞泡 還有呢 他那時候小時候除了吞泡之外 因為他不喜歡做事 他空閒的時候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就跟這個赤蛇都有些關係 就是很喜歡跟這些 所謂的千下豪傑一起討論這些大事 真的只有把口 只是吹水 那就不做事了 小時候 那又未到 你跳的分場就跳多了 哈哈 在這個時候 就是劉崇覺得很不理解的時候 那仍然跟他的矛盾 還未是消化了 是 仍然存在的 因為僱主是一個容工 就是這樣吞泡不做事怎麼辦呢 同時他煽動了 他二哥都是半吞泡 只有大哥老老實實做事 那這個時候 劉崇和朱溫 呢 購買了 就是 朱溫就跟他講數 我就是不做事的了 我不喜歡耕田的 那些粗糧我不喜歡做的 但是有一樣東西可以做的 因為我恐武有力 可以去打獵 是 我打獵回來 如果打到什麼野豬啊 野兔啊 都可以供給你們 賣也好 好吃也好啊 那這個劉崇是 就是一個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辦法 反正都養他幾個子 放他 放朱溫出去打獵 朱溫就跟他二哥一起去 他二哥就是 二哥又抓了出來 和他對嘴型的 剩下一個大哥 和他媽媽就在那裡 捱生捱死 洗碗 洗菜 那這個 朱溫和他二哥呢 就不時就出獵了 去到那個大山 你知道以前的啦 就是人少地大嘛 是 就通山走了 那時候環保的問題 不是那麼嚴重 哈哈哈哈 還有很多野味的 那他就真的打到野味回來 那這個劉崇都相安無事啦 都算了 無數啦 是吧 有個豬媽和那個豬大哥在那裡做事 他兩個兄弟出去打獵 都算了 那尤士 那個時間就逝去了 那麼朱溫也都長大成人了 是 那長大成人之後呢 他不滿足於這樣打獵 他要找一個出路 那麼這個時候 有什麼出路呢 當時的形勢是 天下大亂 嗯 王朝在山東起義 就是 其實就是作亂啦 就是兩個觀點 我們給觀眾自己選擇啦 那也是 就是有些官逼民返的 他有很多機民沒有飯開 是啊 所以很多機民跟王朝 其實都不是為了他 是為了一口飯的 很多時候 那當時就是農民起義軍 就是賊軍 最盛大的兩支就是一個王朝 一個王先知 那王朝在山東的聲勢很盛 那而朱溫他們的所在地 宋州呢 是位於四省七縣交界的 嗯 河南 安徽 山東 還有江蘇 四省七縣的交界地方 那都是一些複雜的地方 那叫宋州 以前春秋戰國就是宋國的所在地 那這個地方 現在今天呢 曾經的行政編制呢 亦都曾經試過是安徽 亦都試過河南 因為他是交界的地方 那他這個地方 他去山東近一點 和王朝的聲勢最大 所以呢 朱溫就選了王朝那邊去跟 他又帶了二哥 因為他們兩個呢 同聲同氣啦 同聲同氣啦 就是覺得 他當時朱溫講過的話 他說 現在這樣的時勢 要不就是投軍 要不就是投賊 兩樣而已 那他很接近 投軍可能就是 你考警察考軍人可能煩些 是 賊容易些 一來就說 看你對樣子 OK 恐無人力 你來吧 那他們就去了山東 投靠這個王朝 那投靠王朝之後呢 因為王朝也是來者不拒的 你知道賊君的東西啦 當然人多越好啊 沒錯 那見他恐無有力啊 就立刻入了火 那朱溫兩弟也都很勤力 這些是他手本 就是拿手好戲啦 雖然二十多歲 但是已經有二十多歲的經驗了 很豐富的經驗了 尤其是造賊是 就是他本身賊勝 嗯 那也都做得很出色 那慢慢呢 就得到王朝的賞識 能夠成為王朝的親兵 嗯 那王朝成為親兵的時候呢 我們要講回之前 他投奔王朝之前呢 其實一件事呢 是令朱溫曾經 囚徹 就是好像不想去 投奔王朝 亦都想投奔王朝之間 是一件事 令他雲獻夢盈 就是不知怎麼做好的 是呀 到底是什麼事呢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講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韌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